在风华绝代的娱乐圈,杨幂和陈伟霆成了众多观众的焦点。 他们的合作、互动以及越来越多的绯闻都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。 当然,他们也吸引了无数的粉丝为他们呐喊助威,甚至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走到一起。 杨幂和陈伟霆两位演技派的实力派演员,首次合作是在古剑奇谈中。 他们的角色虽然没有太多的直接交集,但是他们之间的微妙互动和暗含的情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焦点。 他们之间的友情和默契,让观众看到了他们之间真正的默契和感情。 不过,时光流转,人生百态,杨幂曾和刘凯薇走到一起,但后来他们选择了离婚。 而沈伟霆与张新宇的恋情也在某个夜晚结束。 两位明星的感情生活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,尤其是他们再次合作的胡珠夫人,更是引发了无数的猜测。 胡珠夫人这部剧将杨幂与陈伟霆再次载到了一起。 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,角色设定,以及他们在现实中的默契,都让人们对这对CP产生了更多的好奇。 社交媒体上,他们的照片和视频更是频繁地出现,似乎他们之间真的有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关系。 今年杨幂再次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,她宣布与父亲共同成立了一个新公司。 众多粉丝和朋友为她送上祝福,期待她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发展。 而沈伟霆也在微博上为她送上了祝福。 他们之间的互动再次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。 而关于他们之间的感情,是否真的有了某种转变呢? 或者他们是否已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? 这都成为了大家关心的焦点。 有网友认为他们已经领证结婚,也有网友认为这只是他们之间的友情与支持。 真相如何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 不过,不论如何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幸福。 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付出了很多,也获得了很多。 他们之间的默契、友情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感情,都应该得到尊重。 他们是娱乐圈中的佼佼者,他们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都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。 在做嘈杂的社会中,感情的事情向来复杂。 杨幂和陈伟霆他们的选择我们应该给予尊重。 未来的路他们会如何走,我们也期待着。 但不论如何,愿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。 杨幂和陈伟霆领证结婚的传闻,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猜测。 然而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这一消息。 这对明星夫妻在过去多次合作, 频繁的互动也在社交媒体上,引发了人们对他们感情的揣测。 尤其是杨幂曾经离婚, 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他与陈伟霆关系的猜测。 无论是否已经结婚, 我们应该尊重杨幂和陈伟霆的选择和隐私。 作为公众人物,他们也有权利保护自己的个人生活。 媒体的报道和猜测只会增加他们的压力和困扰, 毕竟他们不仅仅是一对恋人或夫妻, 更是两位优秀的演员。 杨幂和陈伟霆都以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 无论他们的感情状态如何, 我们应该祝福他们,并持续支持他们的演艺事业。 他们作为艺人应该以作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 媒体的报道往往会将明星的私生活放大, 而忽略了他们的职业成就。 这种过度关注不仅侵犯了明星的隐私权, 也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形象。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他们的表演才华和专业精神, 而不是过于热衷于探究他们的感情状态。 杨幂的演艺之路始于她的童年, 她的父母将她送到国内儿童电影制片场。 从小杨幂就展现出了她在影戏上的天赋, 在四岁时就拍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剧。 当时周星驰来北京拍《武装员苏奇儿》, 可爱的小杨幂就被星野选中出演了苏奇儿的女儿, 于是杨幂就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。 然而杨幂的演艺生涯并非一帆风顺, 在她上大学之前, 她一直都在跑龙套, 演艺事业不温不火, 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, 而是继续努力。 最终在2004年遇到了大导演张继中, 从此她的演艺生涯开始了新的篇章。 杨幂的演艺成就主要体现在她的电视剧作品中, 她在《仙剑奇侠传3》中的表现, 让她在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她的角色唐雪剑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女神, 此后她在《公》、《小时代》等剧中的表现, 也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 她的演技和人格魅力, 让她在演艺圈中独树一帜。 杨幂的个人品格也是她成功的重要因素, 她坚韧不拔,勇往直前。 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, 她都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。 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, 对待生活充满热情, 这些都让她在演艺圈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认可。 杨幂的名气在2009年的《仙剑奇侠传3》中达到了顶峰, 她的角色唐雪剑深入人心, 然而随着名气的增长, 她的私生活也越来越受到关注。 她与刘凯威的恋情和婚姻成为了公众的焦点, 但这段婚姻并没有带给她幸福, 反而让她的生活充满了困扰。 期间她与胡歌、于浩明、冯寿峰等人的绯闻不断, 但她始终坚持自我,不受外界影响。 杨幂的恋情历程如同一部恋戏剧, 充满了起伏和转折。 在她的早年, 她与华汉、马天宇等人的关系,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。 尽管她对外宣称他们只是朋友, 但许多同学校的学生不止一次看到杨幂从华汉的豪车上下来, 还经常夜不归宿, 而马天宇则是一直对杨幂怀有深情, 但杨幂的态度却是不冷不热。 杨幂和刘凯薇的恋情和婚姻成为了公众的焦点, 但这段婚姻并没有带给她幸福, 反而让她的生活充满了困扰。 在婚后没几年, 刘凯薇和王欧的夜光剧本事件出现了, 杨幂的一厢情愿和刘凯薇眼神里的爱意都成了众矢之地。 杨幂的故事是一个充满了起伏和转折的故事, 她的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充满了挑战。 离婚后的杨幂并没有被困扰打倒, 她将重心再次放在了事业上, 她的演艺生涯依旧充满了活力。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, 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困扰, 只要有坚持和勇气, 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, 找到属于自己的光阴。 当然,作为粉丝或观众, 对明星的感情状态有一定的好奇心是正常的, 但我们应该明智地分辨媒体报道中的真实与虚构, 并理性对待。 明星也是普通人, 他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和隐私。 尊重他们的选择和隐私是对他们的尊重和支持。 无论杨幂与陈美婷是否已经结婚, 我们都应该期待他们未来的作品。 作为优秀的演员, 他们的才华和努力将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作品。 他们的感情状态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 我们应该更关注他们的专业能力和艺术成就。 总之杨幂和陈美婷领证结婚的传闻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猜测, 但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这一消息。 无论他们的感情状态如何,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隐私。 作为优秀的演员, 他们值得我们的祝福和支持, 让我们期待他们未来更多精彩的作品, 而不要过于热衷于探究他们的感情状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